第1348集 一起震杀 此时他们恨不得冲上去跟秦浩拼命 不过他们也知道 自己冲上去也是没什么用 因为连他们少爷都不是秦浩的对手 他们有怎么可能是呢 所以他们只能干看着秦浩 他们的眼中都充满了仇恨 此时他们只希望他们少爷尽快 用他们的镇足武技把秦浩打败 葛都和杜刚看向秦浩 脸上也是露出一抹诧异 慕成吉施展的这招武技如此的强大 但是秦浩竟然还如此淡定 他是真的有把握 还是说太过嚣张了呢 或者说只是表现出一副淡定的姿态 其实内心已经慌乱不已了呢 慕成吉也是脸色一怒 喝道 秦浩你说什么 此时他内心充满了暴怒 秦浩竟然敢不把他施展的九龙血剑 放在眼里 真是太可恶了 秦浩神情淡然 道 你们的镇足武技确实不错 但是以你现在的实力 似乎发挥不出什么威力吧 你 慕成吉听了秦浩这话 满脸的暴怒 这小子是瞧不起他 真是可恶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静内心的怒火 道 秦浩 既然你找死 那么我就成全你 等一下我看你 还能不能这么嚣张 众人听了慕成吉这话 全都内心一阵激动 慕成吉这是要动手了吗 等等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只见葛都脸色阴沉无比 道 慕兄 等我一起镇杀他 说完 他怒吼了一声 哄 一股恐怖的气劲 从葛都身上喷涌出来 这股气劲 呈黑色 而且透着阴郁之气 仿佛是魔气一般 很可怕 众人看到这股魔气 全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啊 葛都怒吼连连 额头上青筋爆气 仿佛承受了什么痛苦一般 哄 一股更加恐怖的气劲 从他体内冲了出来 竟然形成了一条魔龙 直接冲上了空中 这条魔龙恐怖无比 就在虚空中咆哮了起来 哄了啦 此周无数的天地元气 向他汇集而来 紧接着 空中一片黑色 能量涌动 魔气滚滚 这 众人看着空中 脸上都充满了惊恶 葛都要施展的是什么武技啊 怎么一片黑暗呢 这气势未免太过可怕了吧 哄了咄 空中的黑色魔气 不停地翻滚涌动 最后竟然形成了一个能量漩涡 这个能量漩涡十分的巨大 而且漆黑如墨 真的是很是恐怖 特别是他的中央处 更是有着滚滚的魔气 仿佛有什么魔王 要从里面出了一半 葛都这是要做什么呀 对呀 他该不会是要召唤什么魔王吧 太可怕了 众人看着空中的黑色漩涡 全都感到一股压抑 仿佛有什么魔王 正在盯着他们 哄了咄 这时 一道巨响传来 这件黑色能量漩涡的中央 由着一道裂缝出现 紧接着 一片有黑的光芒 从里面激射出来 就如一道黑色的激光一般 这道光芒一出 众人就感觉 那股压抑感 更加的强烈了 哄了咄 虚空中的隆隆作响声 更加的响着 而且空中的魔器 也在翻滚涌动 仿佛随时要暴走一般 同时 他们全都向那道魔器 汇集而去 哄 最后 一道巨响传来 只见空中的能量漩涡炸开了 下一刻 一把气劲长枪 就出现在空中 这把气劲长枪 恐怕有上百米长 而且巨大无比 就跟天柱一般 特别是 这把气劲长枪 漆黑如墨 仿佛是从魔戒而来 而且 气劲长枪的枪身之上 还有一道道血色的纹落 这些纹落都十分的复杂 就跟无数的魔王一般 而且气劲长枪的周身 还有一道道魔影嘶吼 仿佛是从魔戒而来的魔鬼 众人听到这些声音 全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这 这是什么武器啊 对呀 这该不会真是从魔戒 召唤而来的长枪吧 太可怕了 我怎么感觉被一群魔王 盯上了一般呢 那些魔影 该不会是真的魔王吧 此时 众人看着空中的黑色长枪 脸上都充满了震惊 他们没想到 葛都竟然凝聚出了 这么一把气劲长枪 这把气劲长枪的气势 也太可怕了吧 众人全都感到压抑无比 特别是那些魔影 更是让他们胆战心惊的 他们感觉自己来到了魔界 此时那些魔界的魔王 正在盯着他们 随时要扑上来 有些胆子小的人 甚至被吓得直接哭了起来 他们很想知道 葛都施展的这是什么武器 即使未免太过可怕了吧 这难道是万魔鬼枪 突然有人惊呼了出声 说话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也来自一个不小的势力 不过他尚未突破的五尊 此时他看着空中的黑色长枪 脸上苍白无比 眼神中充满了惊恐 什么是万魔鬼枪啊 有人好奇地问道 众人也是全都齐刷刷地 看向这个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抿了抿嘴道 万魔鬼枪乃是地魔教的五大正派武器之一 据说是他们一个老教主 进入一个神秘之地得到的武功秘籍 在那个神秘之地 地魔教这个老教主差点死了 什么 众人听了中年男子的话 全都浑身一震 一脸的惊骇 这竟然是地魔教的五大正派武器之一 而且还是一个老教主 在神秘之地得到的 甚至为了他 差点死了 这武器的来头也太大了吧 看来这武器绝非一般的武器啊 不过看到这气势 也确实不是一般的武器 葛师兄喂我 地魔教的子弟全都高呼了起来 他们没想到 他们葛师兄竟然学会了这招武器 真是太好了 牧家的子弟 此时也是一脸的激动 有着葛都这招武器的加持 他们相信 他们少爷肯定能打败秦号的 哥 怎么办呢 楚雪轩看向楚军 精致的脸上充满了慌张 他没想到 葛都竟然也是展出了 这么一招强大的武器 这一刻他为秦号感到了担忧 他担心秦号不是这两人的对手 楚军此时也是神情凝重无比 他抿了抿嘴道 我们先不要慌 如果秦兄弟真的需要我帮忙 我马上出手 他也觉得秦号此时有点危险了 但是他又注意到秦号还是没有慌张 所以他也暂时淡定下来 葛都此时也是大口的喘着粗气 这招武器的消耗极大 所以他不轻易动手 但是现在慌承机已经把压箱底的武器都施展出来了 而且他总感觉秦号太过淡定了 说不定秦号还有什么手段呢 所以为了直接震杀秦号 他也把这招武器施展出来了 他看了一眼虚空中魔器滚滚的黑色长枪 脸上也是露出满意之色 他看向秦号 一脸的嚣张 秦号 我这招名为万魔鬼枪 你能死在他之下 也是你的荣幸了 众人此时看向秦号 也是全都叹息不已 慕承机施展的九龙血剑就够可怕的了 现在葛都又施展了这么一招恐怖的武器 秦号这下恐怕真的麻烦了 此时他们很想知道 秦号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之下 秦号并没有回答葛都的话 而是看向杜刚 问道 你呢 嗯 众人听到秦号这话 神情也正 秦号这话是什么意思 秦号看着杜刚 淡淡道 你如果有什么压箱底的手段 也一起施展出来了 秦号的话语很轻 很淡 并没有多么激动的情绪 但是 却透着一股无比的张狂 众人听到秦号这话 全都浑身一阵 一脸的惊恶 我靠 不是吧 秦先生竟然让杜刚 也一起施展武技 众人看向秦号 脸上都充满了震惊 现在 木城记忆和葛杜 可是都施展了恐怖的武技 秦号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还说 让杜刚也施展 这未免太过自信了吧 很多人看向秦号 脸上都露出了冷笑 他们觉得 秦号会死得很难看的 你说什么 杜刚也是内心一怒 木城记和葛杜的脸色 也是相当的难看 秦号这话 是根本不把他们 放在眼里的节奏吗 真是可恶 秦号看着杜刚 淡淡道 来吧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如你所愿 杜刚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静内心的怒火 他怒吼了一声 只见一股恐怖的气劲 从他体内冲了出来 这股气劲十分的浩瀚 哄了了 瞬间而已 虚空中就传来了 隆隆的作响声音 同时 还有无数的天地元气 跪迹而来 很快 虚空中就出现了一个能量漩涡 这个能量漩涡 一片光滑闪烁 仿佛是阵阵的刀芒一般 众人全都感到肌肤生疼 众人很是好奇 杜刚要施展什么恐怖的武器吗 这气势实在是有点可怕呀 哄 这时 一道巨响传来 只见虚空中的光芒 直接炸开 光芒闪烁 众人全都忍不住闭上了双眼 过了好一会儿 众人才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下一刻 众人全都内心一振 只见虚空中出现了一把气劲长刀 这把气劲长刀十分的庞大 而且闪烁着阵阵光芒 这把气劲长刀 有一半漆黑如墨 有一半又是银白色的 很是怪异 仿佛是两条阴阳鱼一般 这把气劲长刀一出 众人就感觉到了一股浩瀚的刀芒 很多人的肌肤上 甚至有血迹渗出来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什么武技啊 众人抬头 看着这把气劲长刀 脸上都充满了震惊 这把气劲长刀 太怪异了吧 而且气势 怎么会如此的可怕呢 这难道是阴阳太极刀 后然 有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什么是阴阳太极刀啊 众人看向这个人 脸上都充满了好奇 这人抿了抿嘴 沉声道 阴阳太极刀 乃是杜家五大镇族武技之一 据说杜家老祖 曾经用这一招 打败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武者 什么 杜家五大镇族武技之一 众人听到这人的话 全都浑身一震 一脸的惊骇 没想到杜刚施展的 也是震足武技 怪不得气势如此的可怕 这 除雪轩 精致地脸上充满了担忧 杜刚也施展了这么一招可怕的武技 秦浩该怎么办呢 就连储君也是神情凝重无比 此时 他也觉得秦浩有点麻烦了 好好好 穆家三方的子弟 则是全都激动不已 特别是杜家子弟 他们看向杜刚 脸上更是充满了崇拜之情 没想到少爷竟然练成了这招武技 果然不愧是他们杜家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 杜刚此时也是脸色苍白 大口地喘着粗气 其实按照他的修为 他施展这招武技 还是有点吃力的 所以 此时他体内的气劲 都差不多消耗殆尽了 不过 他看了一眼头顶上方的气劲长刀 脸上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看向秦浩 一脸的嚣张 秦浩 我这招名为阴阳太极刀 是我们杜家的镇足武技之一 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一样协调 有点意思 秦浩点了点头 现在你知道怕了 杜刚冷笑不已 谁说我怕了 秦浩神情淡然 嗯 众人听到秦浩这话 全都脸色一正 秦浩面对杜刚三人的恐怖武技 竟然还这么的淡定 秦兄弟 要不要我帮忙 储君更是大声的喊道 此时 虚空中的三大武技 真的太可怕了 他觉得 秦浩可能应付不过来 所以 他想上去帮秦浩 看来秦先生 要储君帮忙了 众人内心暗暗想到 他们觉得 秦浩这次肯定不会再敢自己应对杜刚三人了 他肯定要储君帮忙了 毕竟 储君也是出自一个大家族 而且还是武尊强者 如果他出手帮忙的话 肯定能为秦浩分担压力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之下 秦浩却是摇了摇头道 不用了 什么 众人听到秦浩这些话 全都浑身一阵 一脸的惊恶 你妈 我没听错 众人看向秦浩 全都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现在杜刚三人 可是都施展了镇足武技出来 威力恐怖无比 然而秦浩竟然还是不需要储君的帮忙 他还是要自己一人应对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呀 这一刻 很多人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真是嚣张 很多人则是冷笑不已 他们觉得秦浩太过嚣张了 等一下会付出代价的 特别是穆家三方的人 他们看向秦浩 眼神更是幽冷无比 他们觉得秦浩 等一下会死得很难看的 秦浩 你别冲动 楚雪轩脸色一慌 他担心秦浩太过冲动了 他还是希望秦浩可以让他哥哥帮忙 没事 我一人能斩杀他们三人 秦浩淡淡地说道 呃 众人闻言 全都一脸的错愕 秦浩竟然说 他一人就能斩杀杜刚三人 这话可不是一般的嚣张啊 找死 穆家三方的人则是纷纷怒喝不已 你说什么 杜刚三人的脸色 也是瞬间又冷了下来 秦浩面对他们三人施展的恐怖武器 竟然还敢这么嚣张 甚至还敢说要斩杀他三人 真是太嚣张了 这是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节奏啊 秦浩 你拿什么来应对我们 穆承基看向秦浩 正是一脸的嘲讽 众人也是齐刷刷地看向秦浩 他们也想知道 秦浩为什么这么地自信呢 此时 秦浩借助鲲鹏之翅立于虚空之中 他双手摆动 只是刚做了一个棋手式而已 一股恐怖的气息 就从他周身迷茫开来 这股气势十分的恐怖 仿佛是帝王之气一般 很是恐怖 众人看向秦浩 脸上都充满了惊讶 秦浩这是要施展什么武器吗 就连穆承基三人 也是神情一宁 这一刻 他们感觉到了一股心惊肉跳的气息 这是什么情况 碰了了 只见四周无数的天地元气 跪积而来 秦浩的周身形成了元气大海 秦浩的一举一动 仿佛都牵动着天地 这一刻 秦浩仿佛是天地的帝王一般 仿佛天地都以他为尊 他站在空中 仿佛就是主宰着天地 而且秦浩身上的气势 还在快速地攀升 第1349集 帝王拳 这秦先生又施展的是什么武器啊 众人看向秦浩 全都内心震惊无比 因为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帝王 他们甚至声出要跪下朝拜帝王的冲动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秦浩这是什么武器啊 为什么气势如此的恐怖 穆家三方的人 原本是不把秦浩放在眼里的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少爷三人 肯定能收拾秦浩的 但是这一刻 他们内心有点迟疑了 主要是秦浩这一刻的气势 真的是太独特了 这一刻的秦浩 真的就跟天地帝王一样的威严 秦兄弟 要施展的是什么等级的武器啊 楚军此时也是震惊无比 楚雪轩精致的脸上 也是带着惊恶 这家伙之前施展的武器 都已经够可怕的了 但是现在还要施展更加强大的武器 哄了咄 虚空中传来隆隆作响声 天地仿佛都以秦浩为中心了 穆成吉三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都露出了震惊 我们马上动手 穆成吉怒吼了一声 一跃而起 只见虚空中的九把血色长剑 也是羞的一声 只奔情好而去 而且在这过程中 九把长剑汇集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把巨大无比的长剑 葛都也是怒吼了一声 跟虚空中的万魔鬼枪融合在了一起 哄 瞬间而已 那把气劲长枪变得越加的恐怖 一道道鬼影在嘶吼 很是甚人 杜刚也是嘀吼了一声 周身喷涌恐怖的气劲 在一跃而起 抓起了空中的阴阳太极刀 哄 瞬间而已 恐怖的刀芒就鸡舍开来 就这样 三人带着各自的武技 一起震杀向秦号 秦号施展的武技 太过可怕了 那么不想让秦号 完全施展出来 秦号看着三人 神情漠然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也是一拳轰出 仿佛是帝王出拳 神圣而又充满了威严 此时 仿佛穆承基三人的举动 激怒了一个帝王 帝王一怒 浮世百万 天帝仿佛都随着秦号的这一拳动了 天帝仿佛就只剩下秦号这一拳了 穆承基三人施展的 都是各自势力的镇足武技 但是此时在秦号这一拳之下 仿佛根本就不算什么 就跟蝼蚁跟巨龙一般 哄 瞬间而已 秦号的这一拳 就跟穆承基三人的武技 撞在了一起 哄 也得响彻天地的巨响传来 这件空中有着一个能量光球炸开 就跟太阳一般 很是恐怖 一股浩瀚无比的能量冲击波 扩散开来 三人之下的树木更是纷纷炸开 直接化为了积粉 就连地面也是炸开 碎石飞溅 十分的恐怖 咻咻咻 一道道恐怖的光芒 向四周积舍而去 快逃 众人全都脸色一晃 急忙逃走 扑扑扑 但是 饶是如此 还是有人被这些光芒击中 瞬间炸开了 化为了血雾 有些则被黑色的雾气附上 只来得及惨叫了一声 随后就变成了一具骷髅 有些则被一道如刀芒一般的光芒击中 被劈成了两半 碰 虚空中传来一道爆炸声 仿佛是核弹炸开了一半 很是恐怖 地面都晃动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一切气劲才消失 众人全都紧紧地盯着战场 呼 一阵清风吹过 把战场的滚滚烟尘吹开了 众人终于可以看清现场的情况了 这件那里的地面 化为了一片碎石之地 比地震还要恐怖 此时那里有着三道身影 跪在地上 正是木成鸡三人 三人身上的衣服都破烂不堪 浑身都是鲜血 十分的惨烈 而且他们身前的碎石都是血迹 看得出他们都受伤相当的严重 而在他们面前 则站着一个青年 青年二十岁出头 身子挺拔 脸庞俊朗 眼神犀利 正是秦昊 而且众人发现 秦昊竟然没有受伤 不是吧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愣住了 木成鸡三人施展了如此恐怖的武器 竟然都被秦昊一拳就打败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靠 等不住秦昊的一拳 秦昊的一拳 这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他们亲眼所见 哪怕打死他们 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噗 木成鸡三人又是吐了一大口有黑的鲜血 深情痛苦无比 三人抬头 看向秦昊 脸上也是充满了震惊 他们刚才就感觉到了 秦昊那一拳 非同反响了 所以他们就直接震杀秦昊了 但是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还是输了 这让他们一时难以接受 他们三人 可都是武尊强者呀 而且都施展了镇足武技 竟然都不是秦昊的对手 这怎么可能 你 你刚才那一拳 是什么 木成鸡看着秦昊 惊恶地问道 众人也是拳头齐刷刷地 看向秦昊 帝王拳 秦昊淡淡地说道 帝王拳 众人闻言 全都神经一宁 刚才的气势 确实就跟一个帝王 在施展拳法 你从哪里学来的 木成鸡质问道 秦昊看着他 神情淡然 道 将死之人 问那么多干嘛 说完 他手持天荒剑 羞的一声 直奔木成鸡而去 木成鸡脸色骤变 怒吼了一声 双脚跺地 就欲逃走 但是秦昊的速度更快 噗 下一刻 一道血柱 冲天而起 同时 还有一个头颅 飞了起来 木成鸡感觉到 一阵天旋地转 而且 他看到了 他自己的身体 他的脑袋 飞了起来 被秦昊一箭斩下了 这一刻 他的内心 充满了哀嚎 早知道秦昊这么强 他就不应该惹秦昊 他刚突破的五尊 前途无量 但是今日 竟然死在了这里 可惜 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 碰 最后 他的头颅 砸落在地上 他的眼神中 充满了惊恐 随后 就这么定格了 寂静 现场一片寂静 落针可闻 只有 清风吹过的声音 众人看着地上的头颅 脸上 都充满了震惊 慕承基 竟然 就这么死了 之前秦昊说过 他会展向 慕承基的头颅 没想到 秦昊还真的做到了 少爷 慕家子弟 全都大喊了起来 他们全都眼睛瞪大 脸上充满了 不敢置信 他们少爷 竟然就这么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葛都和杜刚 也是脸色骤变 慕承基 跟他们 都是五尊强者 现在竟然就死在了 他们的面前 这让他们感到 浑身冰冷 他们全都怒吼了一声 把体内紧剩的气劲 全都调动了起来 砰 两人轰的一声 飞上了空中 两人急速而逃 此时 他们只想快点逃走 他们甚至咬破舌尖 吐出了一大口精血 让自己的速度加快 现在才想逃走 迟了 秦昊神情漠然 背后的金色翅膀 轻轻扇动 咻 秦昊就如一头鲲棚一般 扶摇之上九万里 瞬间而已 他就追上了葛渡 葛渡身冰冷 怒吼力声 周身黑色气劲涌动 此时 他受伤相当的严重 所以 他已经不敢 跟秦昊交战了 而且 他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是秦昊的对手 不过 他的速度 哪里比得上秦昊啊 秦昊手中的天荒剑 刺进了葛渡的后背 一片鲜血飞溅了起来 哇 葛渡哇的一声 张嘴吐出了一大口 有黑的鲜血 他周身的气劲 也缓缓地消失了 他的心脏 已经被秦昊这一剑 给刺碎了 秦昊抽回了天荒剑 碰 葛渡的身体 快速地落下去 最后砸在了地面之上 葛师兄 地魔教的子弟健壮 全都悲伤地大喊了起来 此时 葛渡不停地抽搐 他挣扎了几下 随即 死了 临死之前 他内心充满了懊悔 他原本跟秦昊 没有什么恩怨的 只是听了慕成记的话 来围攻秦昊而已 没想到 竟然就丧命了 正在逃走的杜刚 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的葛渡 脸色苍白 浑身冰冷 他怒吼了一声 加快了速度 秦昊 你敢把我们都杀了 我们三方势力 不会放过你的 杜刚怒吼连连 那又如何 秦昊神情漠然 咻 一道金色的光芒 划破虚空而去 杜刚健壮 内心惊恐无比 他怒吼力胜 调动体内紧剩的气劲 迎击而上 但是 他之前都不是秦昊的对手 更别说 他现在已经受伤严重了 所以 他现在怎么可能是秦昊的对手呢 噗 一道金光闪过 哇 杜刚发出一道痛苦的惨叫声 只见他的身体 被秦昊一剑 劈成了两半 就那么杂落下去 哼 最后 两半身体落在地面上 一片血腥 杜刚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少爷 杜家子弟看到这一幕 全都神情悲伤 大吼了起来 这 都死了 众人看向地上 木成吉三人的尸体 脸上都充满了惊恶 此时 他们有种做梦的感觉 这才眨眼功夫而已 杜刚和葛都 竟然也死了 三人可都是各自势力的年轻天才呀 哪怕 放在整个江南六省年轻一辈中 那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 而且三人都已经突破到五尊了 然而 现在竟然都死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看向秦昊 脸上都充满了敬畏 秦先生还真是 杀法果断呢 这就是一个杀星啊 我靠 就连楚军也是怪叫了一声 他也没想到 秦昊竟然如此之狠 一下子就把木成吉三人都斩杀了 真的是毫无畏惧呀 楚雪轩精致的脸蛋 也是充满了 三大五尊强者 竟然都死在了秦昊的手中 这家伙真是一个变态呀 他内心感叹了一声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能相信这一幕呀 随后他脸上又露出担忧之情 秦昊把木成吉三人都杀了 那就是彻底跟木家三方势力结怨了 秦昊神情漠然 把木成吉三人身上的纳戒全都收了 这三人都是各自势力的年轻天才 而且进入到海岛这么多天了 收获很大 咻 他收起了昆蓬之赤 来到了楚军和楚雪轩面前 秦兄弟 你真是逆天了呀 楚军直接抱住了秦昊 大笑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松开手 秦昊 你没事吧 楚雪轩看着秦昊 精致的脸上 充满了关心 我没事 秦昊淡淡一笑 这三人能抱我怎么样 如果是之前 楚雪轩恐怕会笑他 太过张狂嚣张了 但是此时他没有说什么 因为秦昊确实有这样的资格 你把他们都杀了 恐怕麻烦了 他面露担忧 我不把他们杀了 他们所在的势力 也一样不会放过我 秦昊淡淡地说道 楚雪轩文言 也是汉手清点 按照慕成吉三人的性子 哪怕秦昊不杀他们 他们也不会放过秦昊的 甚至从海岛回去之后 还会召集家族的高手报仇 所以还是杀了算了 秦昊淡淡笑道 说着他把慕成吉三人的纳戒 递给楚军和楚雪轩 笑道 这给你们 我们不能要 两人都急忙摇头 慕成吉三人的纳戒中 肯定有很多宝贝 他们想给秦昊留着 希望能让秦昊的实力更强 你们拿着吧 秦昊把纳戒 塞进了两人的手中 两人也不矫情 把纳戒收了起来 秦昊 接下来你要去哪里 楚雪轩看着秦昊 问道 秦昊抿了抿嘴 正想说话 哄 这时 一道巨响传来 秦昊扭头一看 这间远处 由着一道光柱 冲天而起 这道光柱 十分的恐怖 就如一道天柱一般 直接冲向了虚空 这是什么 众人看到这道光柱 脸上都充满了震惊 这海岛之中 又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该不会是有什么危险吧 还是说 有什么至宝出事呢 我们过去 秦昊也是神情一宁 羞的一声 直奔那道光柱而去 储君等人急忙跟上 我们也过去看看 其他人也是身形闪烁 跟了上去 众人翻了几座山 终于到了这道光柱前面 只见前方几座山峰之间 竟然有着一个珊瑚 这个珊瑚十分的巨大 而且湖水跟一般的湖水 还不一样 这珊瑚的湖水 竟然漆黑如墨 仿佛湖底之下 有什么大恐怖一般 同时还弥漫着 一股冰冷的气息 众人全都忍不住 打了个哆嗦 此时 珊瑚中间有着一个漩涡 这个漩涡巨大无比 那道光柱 正是从这个漩涡之中 击射出来的 而且这个漩涡 还在快速地扩散 漩涡之中 有着阵阵光滑闪烁 似乎有什么宝物一般 此时 这个珊瑚四周 也有诸多的人样 秦浩看了一下 发现很多都是 江南六省的大势力子弟 比如 天宾省旋丰门的朱丰 天北省天火宗的陈红颜 天宾省多情山庄的白矣 而且 这些人都已经突破到了五尊 甚至比牧城基还要强 这些大势力的天才 看到秦浩 也是脸色一正 牧城基三人 不是在到处找秦浩吗 秦浩竟然还能活着 而且他身上怎么那么多血迹呀 他难道跟牧城基他们发生战斗了吗 但是那三人怎么不见踪影了 难道秦浩逃早了 咻 这时 这时一道身影飞掠了过来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 他的背后背着一把长刀 正是天宾省万刀门的徐达 秦兄弟 好久不见哪 徐达 牧城基三人到处在找你 你没事吧 徐达问道 没事 秦浩淡淡一笑 他们奈何不了我 也是 徐达点了点头道 秦兄就算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应该也留不住你 不是 秦浩摇了摇头道 是我留住了他们 嗯 徐达文言脸色一睁 问道 什么意思 他们都被我斩杀了 秦浩淡淡道 第1350集 画龙池 什么 秦浩的话语很轻 很淡 但是 却如一道惊雷一般 在众人的脑海里乍响 所有人 都齐刷刷地看向秦浩 秦浩竟然 战上了牧城基三人 这怎么可能 就连朱峰等大势力的天才 此时也是惊恶地看向秦浩 牧城基三人 可都是五尊强者呀 竟然被秦浩斩杀了 他们觉得秦浩是在开玩笑 我咔 徐达也是怪叫了一声 秦浩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秦浩神情淡然 这 徐达一脸的惊恶 秦浩竟然可以 斩上了牧城基三人 秦浩到底是什么修为呀 这么的恐怖吗 那些在没上海岛之前 想着跟秦浩动手的人 则全都眼皮一跳 秦浩他们没有对秦浩出手啊 否则可能就跟牧城基三人一样了 徐兄 这是什么情况 秦浩指向珊瑚 问道 这个珊瑚 似乎是一处神秘之地 之前光滑闪烁 竟然从里面飞出很多宝物 徐达解释 他们都还得到过宝物 但是 就在刚才 珊瑚中央出现了一个漩涡 而且还冲出了一道光柱 所以 他们就只能在这看着 秦浩也是深深地看着这个珊瑚 他暗中打开了天眼通 但是发现 竟然看不透 珊瑚还是一片漆黑 咻 这时 一道身影飞掠过来 这是一个女子 女子身穿黑色战衣 把她的身材勾勒得很是完美 正是观晴 秦浩 你没事吧 观晴见到秦浩 暗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秦浩 在那个山洞里出事了呢 我没事 秦浩淡淡一笑 他发现观晴也是突破到了五尊 看来 观晴被那个洞吸走之后 也是获得了造化 你这是 观晴指向秦浩身上的血迹 有些是我的 但是 更多的是沐成基三人的 秦浩淡淡笑道 毕竟斩杀他们三人 也是要花费时间的 什么 观晴文言 俏脸一睁 这家伙竟然斩杀了沐成基三人 秦浩看向他身后的一帮人 这是一帮身子挺拔 眼神犀利的男子 秦浩看得这些人 内心一动 难道这些就是阎黄铁铝的人 也不知道 天旋十八旗怎么样了 秦浩内心有点担心 那十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哄 这时 一道巨响传来 这件珊瑚中的漩涡 正在快速地扩大 同时 那道光柱 越加地恐怖 光芒就如一道水波一般 向四周扩散 而且还有一股恐怖的犀利 有人被吸进了珊瑚中 瞬间而已 那人竟然就被冻住了 化为了冰雕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脸色一慌 快躺啊 众人全都急忙向后退去 就连那些大势力的子弟 也是同样如此 这珊瑚果然不一般呢 秦浩也是神情一宁 羞的一声 背后也是有着两只金色的翅膀浮现 也是急忙逃走 但是不知为何 他把昆蓬之翅施展出来之后 那股吸引力 似乎特地针对他一般 很快 秦浩就被一道光芒给罩住了 秦浩怒吼连连 但是还是被往伤活的漩涡中吸进去 秦浩 官晴羞的一声 想冲过去救援 但是根本不提作用 秦浩 楚雪轩惊着的脸上瞬间骤变 他很想冲过去 但是他并没有突破的五尊 所以无法飞掠上空中 储君则是羞的一声 冲了上去 跟官晴想救助秦浩 但是两人根本碰不到秦浩 碰 最后 秦浩被吸进了珊瑚之中 瞬间而已 秦浩就感觉到了一股冰冷之意 哪怕他修为高深 但是此时也是忍不住打哆嗦 咻 这时 谷底里传了一阵动静 紧接着一道黑影向他袭来 那似乎是一条蛟龙 那道黑影十分的庞大 在水中穿行速度也极快 就如一条蛟龙一般 而且秦浩还从这道黑影中 感觉到了一股熟悉感 小黑 秦浩内心一动 咻 那道黑影很快就到了秦浩的面前 这是一条大蟒蛇 空体漆黑如墨 果然是小黑 自从上了海岛之后 他就一直没见到过小黑 没想到 小黑竟然在这个珊瑚之中 秦浩发现小黑的身躯 更加的庞大了 特别是他的头颅上 竟然出现了两只小脚 就跟龙脚一样 还真的要蜕变成蛟龙了 秦浩看到这两个龙脚 内心一愣 这家伙看来得到的奇遇也不小啊 蜕变还挺大的 小黑见到秦浩 也是很高兴 硕大的头颅往秦浩身上凑 显得十分的亲密 这家伙虽然蜕变了 但是还是这么的亲密他 而且秦浩发现 小黑到来之后 他周身的寒气竟然消失了 甚至周身还形成了一片区域 四周的湖水都无法灌进来 没想到 你这家伙竟然在这里 秦浩摸了摸他的脑袋 小黑闭着眼睛 一副享受的样子 你一直在这湖底 秦浩问道 小黑点了点头 里面有什么 秦浩好奇地问道 小黑把硕大的头颅 缓缓地低下 秦浩羞的一声 跳上了小黑的头颅 咻 小黑扭动着庞大的身躯 直奔湖底而去 速度极快 一路上都是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知过了多久 秦浩终于看到前方传来亮光了 只见那里一片光辉闪烁 耀眼无比 秦浩发现 这湖底里竟然有一个山洞 山洞的洞口有着光芒闪烁 仿佛是阵法一般 小黑带着秦浩进入到了山洞 进去之后 秦浩就感觉到了一股 浩瀚无比的压迫感 比他之前在昆蓬洞里感受到的 还要强大 不过 小黑周身 黑色光芒闪烁 把秦浩笼罩在其内 瞬间而已 内股压迫感就消失了 小黑带着秦浩进入到了山洞深处 下一刻 秦浩就浑身一震 因为秦浩发现 这里有着一个水池 水池里有着火红色的液体 仿佛是岩浆一般 而水池的旁边有着一具尸骨 这具尸骨十分的庞大 而且上面还有着道道光泽 耀眼无比 这难道是真龙的尸骨 秦浩看到这具尸骨 内心一震 哄 这时 他背后的鲲鹏之尺 不由自主地出来了 他背后竟然形成了一个鲲鹏虚影 哄 地上的尸骨 也是光芒闪烁 随后 一条真龙的虚影 也是浮现了出来 两道虚影 看着彼此 都是怒吼连连 这 秦浩看到这一幕 浑身一震 真龙跟鲲鹏 难道两者生前是敌人吗 怪不得刚才在外面 他施展出鲲鹏之尺之后 那股吸引力 全都针对他 可能跟这个有关 过了好一会儿 两道虚影才消失 还真是真龙 秦浩看着这具庞大的尸骨 内心充满了震惊 这竟然真的是真龙的尸骨 咻 小黑钻进了火红色的水池之中 同时 他让秦浩也进来 秦浩迟疑了一下 也是跳进了水池之中 瞬间而已 秦浩就感觉到了一股浩瀚无比的神秘气息 进入到了他体内 这股神秘的气息 十分的霸道 而且神圣无比 秦浩的脑海里 还看到了真龙 他看到了一条真龙 从一个火红色的池水中 一跃而起 遨游九天 这难道是画龙池 秦浩内心一动 随即 他很是激动 要是他也能在这画龙池中 得到蜕变 甚至把天玄觉 突破到第五层 那么他就真的可以说 是真正的强者了 他未闭双眼 运转天玄觉 炼化这些神秘的气息 秦浩发现 他的第九条天脉 正在快速地被开辟出来 就这样 秦浩借助画龙池修炼 而此时 珊瑚外面 光芒闪烁 众人全都急忙离开 秦浩 楚雪轩等人 看向珊瑚 脸上都充满了担忧 秦浩被吸进了珊瑚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哄了咄 这时 整个海岛 突然晃动了起来 不好了 海岛的阵法也恢复了 我们必须要马上离开海岛 众人全都惊呼了起来 急忙往海岛的出口而去 要是阵法恢复了 他们被困在里面 那可就惨了 我们也走 楚军看向楚雪轩 沉声说道 可是 秦浩还没有出来呢 楚雪轩面露担忧 秦兄弟不会有事的 我们先走 楚军沉声说道 楚雪轩 虽然很是担心 但是也知道 他留在这里 并没有什么用 所以 他只好跟着楚军离开了 秦浩 你可别有事啊 关晴也是带着 盐黄铁旅的人离开了 很快 所有人都离开了海岛 海岛上的阵法 光目闪烁 很快就把入口 给覆盖住了 整个海岛 缓缓地消失了 四周只有茫茫大海 仿佛海岛 并没有出现过一样 海岛竟然就这么消失了 秦先生好像都没有出来 对呀 他这下该怎么办呢 此时 众人全都看见了茫茫大海 脸上都充满了惊恶 他们没想到 神秘海岛 竟然这么快就消失了 而且 秦浩都还没有出来 秦浩还能出来吗 秦浩可是能一人 斩上慕成鸡三人的存在呀 要是就这么死了 那就太可惜了 众人在这里等了两三天 但是都没见秦浩出来 唉 看来秦先生是真的出不来了 众人全都叹息不已 众人开始陆续地离去 不过 楚雪轩等人并没有离去 他们在邮轮上 看向茫茫大海 秦浩 你现在怎么样了 楚雪轩双手紧握 精致的脸上充满了担忧 你可别有事啊 秦浩 我不相信你就这么死了 官秦浩也是紧紧地抿着嘴 他虽然跟秦浩没多少接触 但是他发现秦浩在他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影子 秦兄弟 你可别吓我呀 楚军来到大海中 不停地使用武器轰炸海水 但是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变化 除了偶尔有海鱼翻起来 一个月过去了 这片海域还是什么都没有变化 只有偶尔的海浪翻腾 神秘海岛并没有出现 也没有人出来 秦浩怎么还不出来 楚雪轩精致的脸上充满了担忧 官秦也是紧紧地抿着嘴 秦兄弟 你不会是真的出事了吧 楚军也是有点慌了 三人又等了两天 秦浩还是没出现 楚军看向两女 道 我们先回去吧 他们已经在海上等了一个月了 船上的物资已经用完了 我不回去 我要在这里等秦浩 楚雪轩摇了摇头 我们物资没有了 而且家族里来洗洗了 附加三方势力的人 正准备进攻雁云山了 我们先回去 看能不能帮他上忙 楚军沉声说道 好 楚雪轩迟疑了一下 随即跟着楚军离开了 官秦看了一眼这片海域 也是跟着走了 而此时 湖底山洞中 秦浩盘坐在画龙池中 他的头顶上方 有着一条条金色的天龙盘旋 如果仔细数的话 会发现一共整整也是13条 没错 这个画龙池里的神秘物质 太浓郁了 比之前昆蓬洞里的还要浓郁 而且这些神秘物质 似乎对他开辟天脉 有着莫大的帮助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把剩下的四条天脉 都完全开辟出来了 甚至他把天旋局 突破到了第五层 此时 他正在巩固修为 又过了两天 秦浩才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咻咻 两道金色的光芒 就如天柱一般 从秦浩的双眼中 激射了出来 前面的山洞悬崖上 瞬间出现了两个深洞 哄 同时 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从秦浩体内扩散开来 整个山洞都晃动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秦浩双眼中 金光缓缓地消失 他站了起身 满意地握了握双手 这次的修炼 真是收获太大了 如果我现在 跟牧城街三人交战 我一直就能点死他们 秦浩喃喃自语 他的眼中 露出了无比的自信 他看了一下画龙池中 发现小黑 被一片光芒笼罩着 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秦浩也没有吵他 他在山洞四周转悠 他发现 这山洞有不少的灵药 都是十分罕见的药材 有好几种 都是他急需的 不然 他看向前方的一块石头 内心移动 这块石头 就在真龙尸骨的头颅旁边 看起来很是普通 他羞的一声 拿过了这块石头 瞬间而已 秦浩就感觉到了一股浓郁的 致阳之气 他手掌上有着金色的光芒闪烁 很快 石头的表皮就碎开了 出现在秦浩面前的 是一块四玉非玉 四石非石的东西 九阳石 秦浩看到他满脸的激动 他发现这竟然是九阳石 炼制天玄九针的材料 而天玄九针 是用来救治临兵晚寒煞之政的 他之前已经得到过两块了 但是只能炼制四枚天玄九针 而天玄九针需要九针 现在这块石头这么大 肯定能炼制五针 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儿找到他 秦浩内心充满了激动 双手都颤抖了起来 他急忙把九阳石收了起来 轰 而这时 画龙池中传了一道巨响 只见小黑周身的光芒 突然轰的炸开了 同时还有一道龙鸣声传来 一条黑影从画龙池中冲了出来 正是小黑 不过小黑现在可是发生了巨变 他头上有着两只龙角 周身则是漆黑如墨的鳞甲 腹部下竟然长出了四只龙角 现在的小黑虽然跟真龙还是有点差别 但是他是真正的龙太了 同时他周身弥漫着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小黑原本声微颤颤的 浑身散发着一股神圣的气势 但是他见到秦浩 瞬间来到秦浩面前 硕大的头颅磨蹭着秦浩 你的话聋了 还这样子一点都不危言 秦浩淡淡笑道 小黑并不觉得有什么 反而蹭得更加的亲密 仿佛再说我就喜欢 好了 既然你也醒了 我们也走吧 秦浩淡淡笑道 小黑点了点头 在秦浩面前低下身子 秦浩迟疑了一下 咻的一声 跳到了小黑的身上 哄 小黑哄的一声 往湖面而上 很快 一人一聋就离开了珊瑚 秦浩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 发现海岛中一个人都没有了 疯了 秦浩神情一动 小黑带着秦浩 直接往空中而去 碰 最后 一片海域之中 有着一道恐怖的水柱 冲天而起 紧接着 一人一龙 出现在海域上方 龙 旁边刚好有一艘渔船 经过这里 渔民看到这黑龙 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拿出手机 正想拍照 但是下一刻 一人一龙 消失不见了 第一千三百五十一集 归来 汉江省 天海市 燕云山 此时天色已经昏暗了 燕云山的山顶上 有着不少人 或躺着或坐着 他们都是燕云山的高手 比如徐悦 虎爷等 他们身上都沾满了鲜血 天旋十八旗 更是躺在地上 浑身都是鲜血 陆锐义 满脸都是鲜血 一手撑着长剑 正抬头看向空中 他的眼中 充满了不甘于仇恨 此时 燕云山的上空 有着树十道身影 正在对峙 这些人 都是武尊强者 分成两方阵营 一方是木匠 杜匠 地魔教三方的武尊 不过 不止他们三方 还有 邪阴宗 傅家 星云门也有 另外一方 则是林正德 楚家 和晴天宗的武尊 此时 林正德等人身上 也是沾满了鲜血 也不知道 是他们的 还是敌人的 林正德 你们马上离开 我们可以饶你们一命 木家三祖 看向林正德 称声喝道 自从得知 木城基他们 突破到了武尊 但是 还是死在了 秦浩手中之后 他们就暴怒了 他们就一直想 对付秦浩 不过 秦浩一个多月了 都还没有出现 他们的怒火 无处发现 所以就想来燕云山 把秦浩的根基 给灭了 谁知道 林正德 竟然来阻止了 见到林正德 不说话 木家三祖 又看向楚家 和晴天宗的 武尊高手 沉声道 各位道友 秦浩都已经死了 你们现在做这些 有什么意义 木家三祖 看向楚家 和晴天宗的 武尊高手 脸色相当的难看 你说林正德 出手就算了 毕竟秦浩 是林家的女婿 你们楚家 和晴天宗 也来出手帮忙 是为了什么呢 什么 秦浩死了 此时 江南六省的 诸多武道势力 都来到了燕云山附近 毕竟木家 多方武道势力 围攻燕云山 可以算是 江南六省武道界 数十年来 最大的一次事件了 他们怎么能不关注呢 此时 听到木家三祖的话 各方势力的人 全都浑身一震 秦浩不是 斩上了木成基 一三大天才吗 现在竟然死了 你别胡说八道 林正德 脸色一怒 喝道 小浩才不会有事的 还到封闭之前 大家也都看到秦浩 被吸进了那个 神秘的山湖之中 现在已经过去 一个多月了 秦浩也没见出现 你说他不是死了 是什么 木家三祖冷笑不已 林正德一片沉默 这段时间 他已经得知 海岛上发生的事情了 他也很担心秦浩 甚至去那片海域 查看过了 但是也没有发现 秦浩的踪影 唉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全都叹息了一声 其实他们也觉得 秦浩可能真的死了 否则怎么那么久 还没有出现呢 秦浩不会死的 他不会死的 燕云山山顶 林冰晚完美无暇的脸上 已经满是泪痕 半个多月前 他无意中听到了 他爷爷跟他父亲的对话 他才知道 秦浩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 他爷爷要来燕云山的时候 他也跟着来了 他也终于亲眼目睹了 这些舞者是多么的强大 而他也终于知道 他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 自从知道秦浩出事之后 他一直都伤心不已 连工作都放弃了 现在听到穆家三祖这样说 他更加悲伤欲绝 姐 你别哭呀 姐夫才不会有事呢 林若涵也是满脸泪痕 但是 他还是紧紧地握着林冰晚的手 笑着安慰 而此时 一片黑暗中 有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法拉利里面 坐着一个妖艳的女子 你们到底去查过没有 女子看向窗外 声音带着怒意 小姐 我们已经去那片海域 调查过好多次了 都没有秦先生的下落 黑暗中传来恭敬的声音 女子一阵沉默 小姐 秦先生可能真的出事了 黑衣人迟疑了一下 开口说道 不可能 女子妖艳的脸蛋一怒 喝道 小男人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可是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黑人叹息了一声 妖艳女子一片沉默不已 半晌之后 她才开口道 如果小男人真的出事了 那就把穆家这几方势力全灭了 让他们下去陪小男人 免得她孤单 妖艳女子的声音很大 但是透着无尽的杀意 虚空中 穆家三祖看向楚家和擎天宗的武尊 道 各位道友 我知道你们之所以站在林家这边 是看中了秦号的武道天赋 你们觉得以后秦号能一飞冲天 给你们带来莫大的好处 但是秦号现在已经死了 你们还有必要为了一个死人 而跟我们交战吗 楚家和秦天宗的武尊一片沉默 不过很快 楚家四祖就冷笑道 就算秦小游死了 我们也得守住他的根基 看来你们是冥顽不灵了 穆家三祖脸色一怒 喝道 哼 既然如此 那么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杀 他怒吼了一声 率先出击 杀 他身后的诸多武尊强者 也是跟着他一起杀向林正德他们 哄哄哄 瞬间而已 躯空中就传来一道道恐怖的巨响 仿佛是天雷炸响一般 又仿佛是导弹 同时还有恐怖的气劲纵横 为了灭掉燕云山 穆家可是动用了不少的武尊强者 而杜家和帝魔教也同样如此 除此之外 还有汉江上的谐音宗 天明宗 太极宗 也跟着一起来围剿 所以说穆家这边的武尊强者很多 林正德他们这边还是差了点 他们处于烈士之中 他们很快就负伤了 特别是林正德 更是被穆家三族偷袭了一掌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幸好有魏音在 他的战斗力相当的勇猛 但是饶是如此 他也顶不住 毕竟他的武道根基还受损了 马黑的 今晚该不会要栽在这里了吧 那小子如果真的死了 老夫就算死了 我也得在黄泉路上把他干了 魏音怒吼连连 和穆家多方高手激战不已 灭了燕云山 为少爷报仇 穆家其他高手 则全都怒吼了一声 只问燕云山而去 不过燕云山上有天玄大阵 所以他们一时半会儿 也攻不下来 但是穆家那边 也有武尊强者 跟着进攻燕云山 而且高手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阵法也摇摇欲坠了 守住阵法 守住燕云山 守住秦爷的地盘 燕云山众人全都怒吼了一声 特别是天玄十八级 更是咬破舌尖 吐出一大口精血 一起守护阵法 而储君和储雪轩等人 也是跟着一起守护阵法 林小姐 您先回屋去 那里有秦爷刻下的阵法 更加的安全 虎爷来到林冰碗面前 催促道 我不 林冰碗摇了摇头的 我要在这儿 等着他回来 哎 虎爷叹息了一声 也不再说什么 哄哄哄 虚空中 数十位武尊强者的战斗 越来越激烈 气劲纵横 同时 还有一片片鲜血 洒落下来 这时 穆家三族手中的长枪 划破虚空 刺进了林正德的胸膛之上 带起了一片鲜血 哇 林正德张嘴吐出了 一大口鲜血 他整个人 更是砸落在了地上 十分的惨烈 爷爷 父亲 林冰碗 林若涵和林则明 脸色一变 大声地呼喊了起来 这 四周各方势力的众人 看向这一幕 也是全都脸色一惊 林正德 不行了 看来 燕云山是守不住了 楚家和晴天宗的高手们 全都来到了林正德四周 警惕地看着穆家三族等 诸多五尊强者 林正德 你们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穆家三族看着地上的林正德 冷声道 奉劝你们一句 还是尽早离开 否则你们都得死 林正德 咳嗽了两声 艰难地站了起身 今晚燕云山 必须被荡平 穆家三族的声音 充满了阴森 同时 还有着一股 无比的自信 是吗 这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 众人听到这道淡淡的声音 扭头一看 只见空中有着一道庞然大雾 正急速而来 眨眼功夫 就到了这片区域 众人发现 那竟然是一头黑色的蛟龙 而且蛟龙之上 则是站着一个男子 男子二十岁出头 身子挺拔 眼神犀利 此时 他双手赋于身后 浑身散发着一股 强大的气息 是秦先生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看到这个青年 全都浑身一震 一脸的惊愕 秦浩竟然出现了 他竟然没死 而且 还驾驭一条黑龙回来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秦姐 燕云山众人 更是高呼了起来 所有人脸上 都充满了激动 特别是天玄十八旗的人 更是忍不住怒吼了起来 秦兄弟 储君也是大叫了起来 秦浩 储雪轩精致的脸上 也是露出了惊喜 同时 他的一双美眸中 有着水雾浮现 秦浩 你终于回来了 林冰王完美无暇的脸上 更是满是泪水 他看向空中那道身影 低声哭泣着 这段时间 他每天都在担心 他不愿意相信 秦浩真的就此离他而去了 我就说嘛 姐夫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姐夫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 林若涵也是不停地哭泣着 他之前虽然在安慰他姐姐 但是他内心也很是担心 小赫 林泽民也是喉咙发堵 你大爷大 这小子终于舍得回来了 魏音也是怒骂了一声 此时 他浑身都是血 有些是他的 但是更多的是敌人的 小男人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救死了的 红色的法拉莉莉 苏玲珑妖艳的脸上 也是流过一抹泪水 他很是高兴 秦浩 楚家和秦天宗的五尊强者们 也是脸色一争 他们都以为秦浩死了 没想到秦浩竟然出现了 小赫 林正德满是皱纹的脸上 也是充满了惊喜 但是他这么一激动 又牵动了他的伤口 让他咳嗽不已 秦浩 秦浩羞的一声 从空中落到了林正德的面前 紧张地问道 爷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林正德摇了摇头 你回来就好 你回来就好 秦浩急忙拿出几枚丹药 让林正德服下 同时他又分了一些 给楚家和秦天宗的五尊们 你们就在这儿疗伤就好 秦浩认真道 说着他看向空中的 穆家多方位五尊高手们 眼神冰冷无比 秦浩 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 穆家三祖看着秦浩满脸的恶毒 他还以为秦浩死了呢 没想到竟然没有死 不过 你没死更好 他眼神中充满了忧冷 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就凭你们 秦浩看着穆家三祖等人 一脸的不屑 小子 你说什么 你着死吗 穆家的一名五尊高手怒吓 这小子竟然敢瞧不起他们 咻 他话语刚说完 就感觉眼前一黑 紧接着 他就发现自己呼吸困难了 他发现自己的脖子 竟然被一只强有力的手臂给掐住了 而手臂的主人正是秦浩 一个 秦浩冷漠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 随后 秦浩微微一用力 咔嚓 他的脖子瞬间被秦浩扭断了 死了 秦浩直接把他的尸体丢向了地面 哄 穆家这名五尊高手的尸体 砸落在地面上 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就如一道惊雷一般 在各方势力众人的脑海里炸响 一个五尊强者 竟然跟一只小鸡一般 直接被秦浩掐死了 秦浩这么的强吗 秦也 燕云山众人全都高呼了起来 他们发现 只要秦浩回来 一切困难似乎都能迎刃而解了 秦也 无敌 小鸽 就连林正德等人也是愣住了 附家几方势力的人 更是眼皮一跳 就这么掐死了一位五尊强者 秦浩到底是什么修为呀 你 你竟然敢杀我们沐家的五尊 沐家三族也是内心一惊 不过他还是怒喝道 放心 你们都得死 秦浩扫拾着沐家多方势力的人 说完 他羞的一声 再次消失在远处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在沐家一名五尊面前了 这名五尊强者 看着突然出现的秦浩 脸色骤变 就欲后退 但是还不带他做出反应 秦浩一直点在了他的额头上 这人的脑袋 就是西瓜一般 直接炸开了 无头尸体向地面坠落下去 两个 一道冷漠的声音 在这片空间中响起 咻 随后 秦浩再次消失 来到了杜家的一名五尊身后 一掌暗下 碰 杜家这名五尊的后背 直接出现了一个窟窿 死了 三个 秦浩击杀之后 再次消失 大家一起出手 穆家三组怒吼了一声 带着恐怖的气势 直接杀向秦浩 一起上 其他人也是怒吼连连 吼 这时 旁边的小黑仰天长笑了一声 一道龙吟声 在这边空间中响起 他带着无尽的黑色光芒 也冲了过去 四个 五个 二十个 二十一个 二十六个 轰轰轰 虚空中传来恐怖的巨响 气劲纵横 而且还有各种恐怖的武器 战斗很是迅猛 众人只看到一道道光芒 特别是一道金色的光芒 黑到黑色的光芒 尤其的耀眼 只见空中有着一具具尸体砸落下来 同时还有一道道冷漠的声音 在这片空间中响起 仿佛是阎王之音 仿佛是死神正在人间收割 这 各方势力的人 看到一具具从空中砸落下来的尸体 脸上都充满了震惊 如果不是之前知道这些都是武尊强者 他们还以为这是普通高手呢 甚至可能只是暗尽强者呢 秦豪这么的强吗 他们看向空中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连燕云山的众人也是沉默了 他们对秦豪很是相信 但是现在的这一幕 也让他们愣住了 林正德等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露出惊骇 秦豪的修为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啊 三十一个 很快 穆家几方的人就被杀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寥寥几人而已了 秀秀 他们急忙跟秦豪拉开了距离 穆家三组看向秦豪 也是一脸的震惊 惊呼道 你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秦豪双手赋于身后 神情淡然道 武皇不显 我无敌 第1352集 武皇发声 秦豪的话语 很轻 很淡 但是却透着一股无比的自信 与张狂 如果是之前 众人听到秦豪这样的话 说不定会一阵冷笑 但是此时 众人看向空中的秦豪 眼中只有敬畏 特别是那些年轻女子 看向秦豪 更是双眼泛着异彩 这样的男人 真是让人着迷呀 妈的 这小子比我年轻时候的风采还更上 卫音骂骂咧咧的 傅家三组也是一片沉默 秦豪刚才的战绩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们跟秦豪的战斗力 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 好 他怒吼了一声 咻的一声 这本远处逃去 逃得掉嘛 秦豪冷哼一声 再次出击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八 随着一道道 冷漠的声音响起 一具具尸体 从空中砸落下来 最后 只剩下 穆家三组一人了 他被秦豪和小黑围住了 秦豪 你敢杀了我们 我们几方势力 都不会放过你的 我们可是有 五皇强者坐镇的 他看向秦豪 满脸的忧了 废话真多 秦豪神情漠然 咻的一声 追击了过去 我跟你拼了 他怒吼了一声 咬破舌尖 吐出了一口精血 施展了恐怖的武技 但是 他终究还是被秦豪 一直点在额头上 一个血洞瞬间出现 副家三组 瞪大了眼睛 最后 尸体向地面坠落下去 三十九 秦豪淡淡地说道 自此 穆家几方势力的 所有武尊强者 都被秦豪震杀了 一共三十九人 这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看向秦豪 脸上都充满了震惊 秦豪真是太恐怖了呀 像男人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红色的法拉利中 苏玲珑妖艳的脸上 也是露出一抹笑意 好啊 这几方势力的人 全都神情慌张 急忙逃走 秦豪神情漠然 右手抬起 只见一个恐怖的气劲手掌 镇压下去 杀 天旋十八起 也是怒吼了一声 全都追了出去 他们在海岛上 得到了造化 现在的修为也不低 哄哄哄 很快 这些人 就全都被镇杀了 至此 穆家几方势力 先来围剿燕云山的 所有人都死了 一个都不剩 这 四周围观的各方势力的人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都死了 这件事 恐怕要震惊 整个江南六省啊 咻 秦豪 秦的一声 来到了林正德 他们身边 他看向 楚家 和秦天宗的武尊们 感激道 多谢 楚小友客气了 他们急忙笑道 他们 虽然年纪 比秦浩都大 而且 也是武尊强者 但是 在秦浩面前 他们都不敢 摆谱 反而十分的客气 你这小子 有点变态呀 魏音 来到秦浩面前 笑道 有我当年的风采 老魏 你不太行啊 看来大宝剑 做多了吧 秦浩淡淡笑道 靠 老夫是那样的人吗 魏音 一脸的怒气 燕云山众人 全都点了点头 惹得他差点抱走 秦浩没有理他 而是来到了山顶 秦浩 林冰晚看的秦浩 瞬间就扑了上去 紧紧地抱着秦浩 他精致的脸上 满是泪痕 他还以为 秦浩真的死在了海岛上了 没事了 秦浩也是紧紧地抱着他 姐夫 我也要抱抱 林若涵也是扑进了秦浩的怀里 这些天 他也很是担忧 没事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秦浩搂着 轻轻地拍着两人的后背 过了好一会儿 两人情绪才稳定了下来 姐夫 你太厉害了吧 林若涵看着秦浩 翘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林冰晚精致的脸上 也是充满了不可思议 秦浩刚才的表现 真是太让人震惊了 秦浩淡淡一笑 看向林泽明 爸 你也来了 小浩 你终于回来了 林泽明看着秦浩 也是眼睛烹红 让你们担心了 秦浩满脸的歉意 随后 他走向雁云山众人 秦也 天旋十八旗 单膝跪下 他们看向秦浩 眼中露出疯狂的崇拜 都起来吧 秦浩淡淡一笑 他来到了徐悦面前 笑道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此时他身上满是鲜血 但是他还是摇了摇头 他看着秦浩 眼中露出一抹复杂 当初他遇到秦浩的时候 秦浩似乎 才只是一个小小的单镜而已 没想到 现在竟然已经成长到了 如此地步 秦兄弟 你刚才真是霸气侧路啊 楚军来到秦浩面前 用力地捶了秦浩的肩膀一下 他看着秦浩 满脸的震惊 秦浩刚才的战斗力 真是太可怕了 秦浩淡淡一笑 楚兄 多谢了 随后 他看向旁边的楚雪轩 笑道 还有你 楚小姐 楚雪轩见到秦浩 鼻子也有点微缩 他甚至想扑进秦浩的怀里 但是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临冰碗 最后还是忍住 真是冷横道 哼 你这家伙 还舍得回来呀 想起在海上等了一个月 他就觉得委屈 秦浩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他又来到了人群后面 这里有着一个身穿旗袍 浑身散发着成熟魅力的女人 正是柳云 柳云看得秦浩 眼泪也是不停地掉 他也想扑进秦浩的怀里 但是 他一想到自己的身份 他又有什么资格呢 云姐 秦浩看着他 淡淡笑道 回来就好 柳云不停用手擦脸上的泪水 让云姐你们担心了 秦浩满脸的歉意 接下来的时间里 秦浩给燕云山受伤的人 都治疗了一番 而且还把诸多的丹药和灵药 都封给他们 而此时 燕云山事件 已经在整个江南六省武道界传开了 不是吧 但凡得的消息的人 都是无比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震惊 沐家几方势力派出那么多武尊强者 竟然全都被秦浩斩杀了 秦浩难道已经堪比武皇了吗 沐家这几方势力恐怕要动怒了呀 各方势力的人内心都暗暗想到 果然很快 沐家就做出反应了 秦浩 自费修为 来我们沐家请罪 一道威严的声音 在沐家大院上方回答 沐家的武皇发声了 自费修为 跪下认罪 很快 杜家和地魔教的武皇也发声了 双方都让秦浩废掉修为 而且 三方势力还公布了一个惊天大消息 七天之后 沐家将会派出两位武皇 地魔教则派出三位 杜家则派出两位 而且还将联合列光宗和苍雷宗的武皇强者 去燕云山 镇杀秦浩 一共九大武皇强者 江南六省各方势力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片哗然 九大武皇强者 沐家三方 这是出动了自家所有的武皇强者呀 他们这是一定要把秦浩震杀了呀 同时 他们很是惊讶 列光宗和苍雷宗 怎么也出动武皇强者了呢 这两方都跟沐家关系不错 甚至有过联姻 有人道出了秘心 沐家在燕云山损失惨重 这两方势力会帮沐家的 不过一些敏锐之人则觉得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这些武皇强者之所以出动 恐怕不仅仅是想震杀秦浩 恐怕还是想得到秦浩身上的秘密 毕竟秦浩进去海岛之后 出来竟然就是武皇之下无敌了 实在是太可怕了 秦浩身上肯定有大秘密 这些武皇强者就是奔着秦浩身上的秘密而去的 看来秦先生这下麻烦了 众人全都叹息不已 九大武皇强者一起震杀秦浩 秦浩怎么可能还能是对手呢 燕云山众人得知消息之后 也是脸色骤变 秦也 要不您先离开 曹虎看向秦浩 秦生说道 我不能走 秦浩摇了摇头 他也感到了一股压迫感 不过他不能走 否则燕云山恐怕要被这几方势力给荡平了 我回去看看 有没有办法唤醒你太爷爷 林正德直接离开了燕云山 回到了林家 秦浩 我们也回去了 看看家族能不能出动武皇 楚军和楚雪轩也是离开了 一时间整个燕云山都一片愁云 秦浩 怎么办 林冰晚看着秦浩 精致的脸上充满了担忧 他的一双眉眸中更是浮现出水雾 没事 秦浩淡淡一笑 帮他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净 冰来降打 水来涂液 随后 秦浩就闭关了 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里 秦浩都在房间里炼弹 他在海岛上得到了不少的灵药 而且斩杀木家那么多武尊强者 也得到了很多的炼药材料 所以他终于把修复魏音 捂到根基的丹药炼制出来了 麻黑的 给你当了那么久的打扫 终于有回报了 魏音激动不已 你恢复之后就离开燕云山吧 秦浩淡淡笑道 咖 老夫还没把天海的所有会所逛完呢 走什么走 魏音吹胡子瞪眼 秦浩摇头一笑 九到五皇将要来围剿他 他知道魏音是担心他 所以才不想离开的 我这不是怕你死在这儿吗 秦浩淡淡笑道 死就死呗 老夫又不是怕死之呗 魏音冷哼一声 秦浩不再劝说 他找到了孟老 让孟老吃下注卖单 很快 孟老断裂的经脉就完全恢复了 甚至修为还突破了 他内心激动不已 他看着秦浩 一脸的欣慰 这才多长时间而已 姑爷竟然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 可惜九大五皇前来了 他脸上充满了担忧 没事 秦浩淡淡一笑 他不想让众人担心 接下来的时间里 秦浩又在房间里闭关 他在炼制天玄九针 三天之后 他手中出现了九枚火红色的针 仿佛是火焰一般 这就是天玄九针 他看着天玄九针 脸上充满了激动 他终于可以把冰碗的病给治好了 他打开门找到了林冰碗 林冰碗这几天都没有离开 一直在燕云山 秦浩 你没事吧 他见到秦浩出关了 翘脸上充满了喜色 不过他发现秦浩的脸色有点苍白 他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我没事 秦浩淡淡一笑 我有办法可以治好你的寒症了 真的 林冰碗文言 笑脸一喜 不过他看着秦浩 问道 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吗 不会的 秦浩淡淡一笑 他让林冰碗躺下 随后他手影闪烁 天玄九针 分别扎在了林冰碗的通天 太冲等穴位上 秦浩体内的天玄真气 疯狂地涌入到林冰碗的体内 秦浩用了整整一天时间 他才把林冰碗体内的寒症给治好 等林冰碗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秦浩浑身都是虚汗 脸色更是苍白无色 秦浩 你没事吧 林冰碗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不是说对你没什么伤害吗 你怎么成这样了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秦浩用了一整天时间 才恢复过来 林冰碗看到秦浩恢复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看着秦浩 迟疑道 秦浩 我想回天井小区 好 秦浩点了点头 他跟着林冰碗 回到了天井小区 姐夫 姐 你们回来了 林冰碗 趴在沙发上看电视 两条雪白的玉腿晃荡着 秦浩看到这熟悉 而又久违的一幕 竟然有点恍然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海岛上 面对的都是舞者 或者妖兽 他都快忘了普通人的生活了 他见到秦浩到来 立马上前搂住秦浩的手臂 秦浩 我们去买菜 林冰碗拉着秦浩 去到了超市 买了不少菜 秦浩本想做饭的 但是林冰碗 却说要自己亲自动手 等两人回来的时候 发现林若涵 已经不在家里了 也不知是有事出去了 还是特地给他们 腾出一个二人空间 你会做饭 秦浩看着他 面带怀疑 谁说我不会的 林冰碗轻横一声 没多久 林冰碗就把一桌 简单而又美味的饭菜 也做了出来 还别说 林冰碗的厨艺 确实精进了不少 没想到我老婆做饭 越来越好吃了 秦浩笑道 林冰碗听了秦浩的夸奖 方心闪过一抹甜蜜 不过他表面 还是轻哼了一声 一脸的傲娇 本小姐想做的事 有什么不成功的 秦浩看到他这样 淡淡一笑 这个冰山总裁 有时候还真可爱 吃过饭之后 两人就坐在客厅中看电视 刚开始 两人都只是正经地坐着而已 不过没多久 林冰碗迟疑了一下 来到秦浩身边 紧紧地挨着秦浩 秦浩内心一阵荡漾 他也伸手搂过林冰碗 林冰碗并没有反抗 反而翘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两人就这么挨着看电视 简单而有温馨 秦浩 这时 林冰碗突然看着秦浩 似乎有话要说 怎么了 秦浩疑惑地看着他 林冰碗迟疑了一下 翘脸微红 道 我 我想成为你的女人 你本来就是我的女人啊 秦浩笑道 林冰碗完美无暇的脸上 闪过一抹羞涩 声如闻名 我是说你 真正的女人 林冰碗说着这话 翘脸微红 一双美眸中露出娇羞 芳心碰碰直跳不已 真正的女人 秦浩文言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瞬间明白 林冰碗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他低头看向林冰碗 林冰碗不敢跟秦浩对视 翘脸火辣辣的 刚才秦浩搂着他 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幸福感 不过他也想不明白 刚才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林冰碗本来就是长得倾国倾城的 现在翘脸又是娇羞无比 更是充满了无限的美感 秦浩内心也是一阵荡漾 不过他还是压制住了 因为现在九大五皇强者 就要来截杀他了 他自己都没有把握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活下去 于是他看向林冰碗 抿了抿嘴道 现在九大五皇都要来找我了 我怕 我不怕 秦浩还没说完 林冰碗就伸出两根玉纸 挡住了他的嘴 道 如果你真的遭遇不幸了 我 我会追随你而去的 所以 你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一双美眸中 透着坚定 秦浩正正地看着他 扮上之后 他黄缓地低下头 凑向林冰碗 娇嫩的红唇 林冰碗 翘脸娇羞 威闭双眼 芳心碰碰直跳不已 很快 秦浩就碰到了两片柔软的唇霸 很柔 很软 还带着淡淡的香味 而且有点冰冷 十分的舒服 秦浩很快就撬开了林冰碗的牙齿 林冰碗嗡的一声 双手搂住秦浩的腰 第1353集 正果 我们回房间 好不好 林冰碗喘了一口气 娇羞道 秦浩直接一个公主抱 抱起林冰碗 回到了楼上 把她放在了床上 林冰碗躺在床上 完美无瑕的脸上 一片羞红 她歪着脑袋 不敢指使秦浩 秦浩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扑了上去 很快 房间里就一片春色 一片冰山融化 换为古古溪流 一条真笼顺着溪流 勇往无前 探索着神秘的空间 两人都沉测在了无尽的爱意之中 砰 突然 秦浩发现 林冰碗体内 传了一股神秘的气息 这股气息十分的强大 而且冰冷无比 怎么回事 秦浩内心一惊 他不是已经把冰碗的寒煞之症给治好了吗 冰碗身上怎么还有这种冰冷的气息呢 而且秦浩发现 他体内的天旋真气也快速的流转 正在跟林冰碗身上 传来的那股冰冷气息融合 甚至连天旋诀都自动运行运转 而林冰碗周身 竟然泛起了一片圣洁的光芒 让他看起来圣洁无比 仿佛是仙子一般 而秦浩发现 他似乎要突破了 似乎要突破到天旋诀第六层 这是怎么回事 秦浩内心充满了震惊 他该不会真的要突破到天旋诀第六层吧 很快 一片金光就把两人都笼罩住了 就如一个金色的残茧一般 等待着里面的残勇化跌而出 咚咚咚 同时一道的低沉 而又富有规律的声音 从残茧里面传来 没想到姐夫这么猛 林若杭刚回来 听到楼上传来的动静 翘脸上闪过一抹娇羞 他刚才就是故意出去的 为的就是给他姐和姐夫腾出空间 他还以为两人结束了呢 没想到竟然还没有 那你们慢慢玩吧 他看了一眼楼上 再次离开了 楼上 房间里金光闪烁 金色的残茧 并没有要破开的痕迹 很快 三天就过去了 这一天 整个江南六省的所有武道势力 都往天海势而来 就连那些大势力 也同样如此 晚上的时候 雁云山四周 已经隐藏了无数的强者 却连五尊强者都有数十位 这些都是江南六省那些大势力的强者 他们一般都不会离开他们的势力所在地 哪怕之前 穆家三祖他们来围剿雁云山 他们都没有前来 因为他们当时觉得没什么悬念 肯定是穆家几方势力赢 踏平了雁云山 谁知道 秦浩竟然最后出现了 而且还以雷霆手段 震杀了穆家几方势力 三十九位武尊强者 他们得到消息之后 直接就被震住了 同时 也有点后悔 为什么不前来光看呢 真是错过了目睹一见 足以载入江南六省武道界史书的神奇之势 而今晚穆家几方势力 可是会出动九大武皇 前来震杀秦浩 更是武道界上的一见 从未有过之势 他们当然得来观战了 我靠 这是大场面的 众人感觉到 四周那若隐若现的强大气息 全都心惊不已 该不会真的是所有势力 都有人来了吧 该不会有什么教主和宗主 隐藏在四周吧 众人窃窃私语 他们觉得还真的有可能 毕竟今晚这事实在是太让人瞩目了 甚至他们怀疑 可能连武皇都有来围观 也不知道 秦先生有没有应对办法呀 众人看向燕云山 脸上都充满了好奇 前几天 秦浩一人阵杀39位武尊强者 创下了江南六省武道界的神话故事 他们很想知道 秦浩是不是还有办法应对九大武皇呢 哎呀 恐怕难咯 众人全都叹息不已 秦浩战力确实很恐怖 但是他终究只是在武尊境界无敌而已 而且穆家几方势力 可是出动了九大武皇啊 秦浩怎么可能有办法应对呢 就连楚家和秦天宗也派来武皇帮忙 恐怕也难以应对呀 想到这儿 很多人都为秦浩感到惋惜 秦浩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可惜时间不允许他成长呀 燕云山上 众人也是全都神情凝重无比 此时 他们甚至已经把天玄大阵都激活了 羞羞羞羞 这时 虚空之中有着几道光芒积舍而来 整个一共有九道 这是九道身影 这九道身影 浑身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虚空仿佛都扭曲了一半 四周的众人更是感觉到了一股压迫感 那些修为低的人 更是忍不住跪了下来 是武皇 众人看到这九道身影 全都内心一静 九大武皇终于到了 穆家老祖看向燕云山 沉生喝道 秦浩何在 出来跪下伏法 穆家老祖这道声音 在整片空间中回答 众人全都感到心惊不已 这就是武皇吗 只是一句话而已 他们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燕云山众人 也是感到一股巨大的压迫感 穆家老祖是在专门针对他们 幸好有着天玄大阵在 否则他们恐怕都要受伤了 林正德看向穆家老祖 称声道 明明是你们几方势力 想杀小号 你们为什么如此咄咄逼人 此时 他的神情凝重无比 他回林家大院之后 就进入到了他们的圣地 但是他并没有见到他父亲 他在那里等了好几天 甚至走进山洞了 但是还是没有见到 甚至还因此而受伤了 最后他只能回到了燕云山 他敢镇杀我们的高手 他就得死 穆家老祖的话语中 透着忧了 咻 这时一道身影飞掠过来 这是一个身材干酷 白发稀少的老者 楚老头 穆家老祖看到这个老者 眉头微醋 没错 来人正是楚家老祖 也是一名武皇 楚家唯一的武皇强者 他已经在世人面前 消失好多年了 甚至世人都以为他死了 不过他并没有死 只是在必死关而已 加上他的血气不足了 所以他一直都不出事 但是这次楚家 还是把他请了出来 咻 这时又有一个身材临寻的老者 飞掠过来 他是晴天宗的老宗主 也是常年必死关 轻易不出来 穆道友 你又何必针对一个小辈呢 楚家老祖看着穆家老祖 叹息道 秦浩为人太过心狠手了 来是我们江南六省武道界的败类 必须把他斩杀了 否则 他必将会成为我们江南六省武道界的魔鬼 甚至祸害整个华夏 穆家老祖沉声说道 一副正义的样子 放你妈的屁 穆家老祖刚说完 一道怒骂声就传来 只见魏音从燕云山上飞掠上来 看着穆家老祖 道 你他妈的头发都快掉完了 能不能要点脸面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全都惊讶地看着魏音 这人是谁呀 竟然敢这么跟武皇强者说话 穆家老祖的脸色也是阴沉无比 既然你们如此不识抬举 那么我们就先把你们给杀了 然后再镇杀秦浩 穆家老祖怒吼了一声 带着恐怖的气势 日解杀向楚家老祖 杀 其他八大武皇也是一起杀了过去 杀 楚家老祖和晴天宗老祖 神情凝重 也是低吼了一声 应急而上 老夫虽然尚未完全恢复 但是老夫也无所畏惧 魏音怒吼了一声 也是杀了过去 这时 一道龙笑声传来 只见一条黑龙 也是加入了战场 哄哄哄 瞬间而已 双方就交战了起来 空中有着一道恐怖的气劲涌动 同时 还有各种可怕的武技 虚空仿佛都被击穿了 林正德等人没有上去 因为这是武皇之战 他们参与不了 而且此时 穆家几方势力 也有五尊强者 正在进攻燕云山 他们必须守护着大阵才行 魏音和小黑都很强 但是 楚家老祖和秦天宗的老宗主 都年岁太大了 血气刚枯了 如果不是为了秦号 他们都不会出关 再加上 穆家那边有九大武皇 所以 他们终究不是对手 所以很快 三人身上就受伤了 特别是 楚家老祖和秦天宗老宗主 身上的衣服都满是鲜血了 砰 穆家老祖一掌打在了 楚家老祖的身上 砰 楚家老祖扑的一声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身子差点坠落到了地上 老祖 楚雪轩等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脸色皱变 惊呼了起来 楚家老祖 稳住身形之后 急忙躲开 咻 一道恐怖的剑芒 向他劈来 哄哄哄 很快 双方再次大战了起来 楚家老祖 他们这边的劣势 越来越大了 就连卫星身上 也是挂彩了 马黑的 老夫大宝剑 还没有做完呢 哪能死在这儿啊 卫星怒吼了一声 他越战越勇 但是 终究还是处于劣势 唉 四周围观的各方势力 全都叹息不已 楚家老祖他们 终究不是对手啊 哪怕有那条黑龙帮忙 也不行啊 看来 燕云山这次要灭了 同时 他们很是好奇 秦号去哪了 怎么不见了呢 难道提前逃走了吗 但是按照秦号的性子 他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呀 一片黑暗中 有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苏玲珑坐在里面 正在静静地看着空中的激炸 小姐 要不要出手 黑暗中翻了一道询问声 苏玲珑摇了摇头道 等小男人出来 就怕秦先生出来 恐怕也没什么用啊 唉 黑暗中的人叹息了一声 没事 苏玲珑妖艳的脸蛋 十分的淡定 道 如果小男人真不是他们的对手 到时候你再把这九人都杀了就是了 苏玲珑的话语很轻 很淡 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哄 这时 一道巨响传来 只见空中有着一片鲜血飞溅起来 最后一道身影从空中砸落下去 哄 地面都砸出了一个锯坑 那道身影正是楚家老祖 而且很快 晴天宗老宗主也是败了 身子砸落在地上 浑身都是血 楚家人和晴天宗的子弟全都脸色骤变 哄 最后 连魏阴也是受了重伤 他虽然五道根基恢复了 但是 实力并没有完全恢复 空中只剩下小黑 面对牧家老祖九人 他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怒吼连连 唉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叹息不已 燕云山这边 果然不是牧家他们九大五皇的对手啊 老祖为我 牧家几方势力的人全都高呼了起来 牧家老祖立于空中 看向燕云山众人冷声道 秦浩在哪儿 把他叫出来 燕云山众人没有说话 只是紧紧地盯着牧家老祖九人 怎么 你们还想反抗 牧家老祖看着众人 呼吓道 我等乃无敌 你们反抗有用吗 在我面前 谁敢言无敌 这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 众人抬头一看 只见空中有着两道身影 缓缓而来 这两道身影 是一男一女 男的二十岁出头 身子挺拔 脸庞俊了 眼神犀利 此时 他身上并没有散发出 什么强大的气息 但是众人看着他 竟然有着莫名的压迫感 女的则身材高挑 有着一张倾国倾城的脸蛋 他身穿长裙 浑身散发着淡淡的圣洁光芒 让他浑身充满了神圣感 仿佛是仙子下凡一般 这两人怜美而来 仿佛是神仙眷侣一般 实在是太般配了 是秦先生 众人看到这个男子 全都浑身一震 他们还以为秦浩 已经提前逃走了呢 毕竟九大五皇来劫杀他 他可以先逃走 等修为提升了 再回了报仇 然而 他们没想到 秦浩竟然没有逃走 秦先生 果然不愧是秦先生呀 从来不会逃走 同时 众人看向秦浩身边的女子 全都一脸的疑惑 这女子是谁呀 怎么好像也能领度虚空 难道 他也是一名武尊强者 秦浩身边 怎么多了这么一位女强者呀 林冰碗 不过 也有人认出了这个女子的身份 他们全都愣住了 林冰碗不是普通人而已吗 他怎么也能领度虚空了 他什么时候成为武者了 而且还是武尊强者 其实不仅他们 就连燕云山众人 也是愣住了 特别是林正德和林泽明 也是瞪大了眼睛 一脸都不敢置信 难道跟姐夫做那事 还能成为武者 林若涵则是难难自语 这两人倒是挺般配的 神仙眷侣 红色的法拉粒粒 苏玲珑看向空中的秦浩和林冰碗 冷哼了一声 咻咻 秦浩和林冰碗落在了地上 前辈 你们没事吧 秦浩看着楚家老祖和秦天宗的老宗主 神情紧张 他急忙拿出几枚丹药 给两人吃下 还有老夫呢 一旁的卫英喊喳喳喳的 秦浩也给了他一枚丹药 你们好好休息吧 秦浩看着三人 沉声说道 那九人可都是武皇 楚家老祖告诫道 没事 秦浩神情漠然 他背负着双手 缓缓地飞上空中 小子 没想到你竟然没有逃走 沐家老祖看向秦浩 一脸的阴森 就是这小子 害得他们沐家损失惨重 颜面丢界 都还没有送你们上路 我怎么可能会逃走呢 秦浩神情漠然 众人全都一阵错愕 秦浩面对的 可是九大五皇啊 他竟然都敢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嚣张过头了吧 小子 你找死吗 沐家家主指着秦浩 怒骂道 前几天围攻燕云山 他并没有来参与 但是发生的事情 让他这个家主 丢尽了脸面 所以今晚他就来了 咻 这时一道金色的光芒 击穿了虚空 瞬间就射进了 沐家家主的额头里 一片鲜血飞溅起来 沐家家主眼睛瞪大到了极致 随后整个人 从空中坠落下去 最后砸在了地上 死了 这 众人看到这一幕 全都浑身一震 刚才他们都没有看到 秦浩怎么动手的 沐家家主竟然就死了 要知道 沐家家主 可是一名八戒五尊啊 难道秦浩真的是 五皇之下 无敌了吗 第一千三百五十四集 江南六省第一人 家主 沐家众人全都惊呼了起来 他们的家主竟然就这么死了 这让他们有种梦幻的感觉 你敢杀我们沐家家主 沐家老祖看向秦浩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一个家主 就是一个家族的颜面 然而 现在竟然被秦浩 这么轻易就击杀了 而且 还是当着他们的面 秦浩这是把他们的脸都打烂了 别急 等一下 你们还能在黄泉路上追上他 秦浩看着九大五皇 深情漠然 找死 沐家的一名武皇脸色一怒 轰的一声 带着恐怖的气息 直接杀向秦浩 秦浩冷哼一声 也是迎击而上 轰 一道巨响传来 空中有着恐怖的能量扩建 同时 还有一道惨叫声响起 下一刻 众人全都瞪到了眼睛 只见沐家这名武皇强者 胸前出现了一个窟窿 而他面前则站着一个青年 正是秦浩 这 秦浩一拳就击穿了一名武皇强者的胸膛 这怎么可能 就连储家老祖等人 也是全都神情呆滞 秦也 雁云山众人则是高呼了起来 千玄十八起一看向秦浩 眼中更是露出了无尽的崇拜 秦浩缓缓地抽回拳头 沐家这名武皇强者的尸体往地上砸落下去 哄 这声音就如一道惊雷一般 落入众人的脑海里 就连沐家老祖八人也是瞳孔一缩 一个 秦浩淡淡的声音在这片空间中响起 众人全都浑身一震 几天前 秦浩就是这么 把沐家几方势力的三十九五尊 全都杀光了 他现在该不会又要把这九大武皇 都涂露干净吧 找死 沐家老祖怒吼了一声 带着滔天的气息 直接杀向秦浩 剩下的七大武皇 也是全都一起杀向秦浩 秦浩虽然年轻 而且只是一个人而已 但是他们感到莫名的心惊 哼 秦浩冷哼一声 浑身喷涌恐怖的气静 仿佛是天地皇者一般 迎击过去 同时 小黑也是怒吼了一声 跟着秦浩一起迎敌 哄哄哄 瞬间而已 虚空中就传来一道道恐怖的巨响 同时还有浩瀚无比的气静纵横 虚空仿佛都被击穿了一般 真的是太恐怖了 就跟世界末日一般 哄 这时 又有一道身影 从空中坠落下去 两个 同时 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三个 四个 五个 八个 一道的身影砸落下去 最后 只剩下 穆家老祖了 你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难道你已经超越了武皇 他看向秦浩 眼中充满了惊恐 他怒吼了一声 想逃走 想逃 恐怕你没这个机会 秦浩冷哼一声 追击了上去 吼 穆家老祖怒吼连连 没多久 穆家老祖 被秦浩手中的天荒剑 劈成了两半 自此 九大武皇 全都死了 空中 只剩下一条黑龙 以及 一个浑身喷涌 淡金色气劲的青年 众人 看到这个青年 全都忍不住 心声膜拜 江南六省 第一人 一个大教的老宗主 沉声说道 众人听到这人的话 全都浑身一震 说话的这人 可是一个大教的老宗主 也是一名武皇 然而 他竟然说 秦浩是江南六省第一人 这是连他都承认自己不如秦浩了吗 不过 看到地上穆家老祖九人的尸体 他们又一阵释然了 秦浩这战斗力 确实是江南六省武道界第一人 快逃啊 穆家几方势力的高手 全都神情慌张 急忙往远处逃去 他们还以为 跟着他们老祖前来 可以灭了燕云山 把秦浩杀了呢 没想到 秦浩竟然把他们老祖九人 全都击杀了 现在 他们只想逃走 但是 他们可能逃得了吗 杀 很快 他们就被秦浩和燕云山众人 全都杀了 自此 穆家几方势力的所有人都死了 这几方势力再次全军覆没 咻 秦浩羞的一声 落在了燕云山上 秦姐 燕云山众人看向秦浩 脸上充满了崇拜 秦先生 就连楚家老祖和秦天宗老宗主 对秦浩也是相当的客气 今晚多谢两位前辈吧 秦浩看着两人 脸上充满了感激 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 全靠秦先生 两人尴尬笑道 羞羞羞 这时 一道的身影 飞掠而来 这些都是江南六省 所有大势力的武皇 或者掌舵人 他们也是跟秦浩 很是客气地打招呼 四周各方势力的人 看到这一幕 全都感叹不已 秦先生 果然是江南六省武道界第一人了 秦浩也没有白谱 一一跟他们打招呼 小子 老子为了你 可是差点死了 今晚之后 你得给我十个才行 这时 韦爷怒吼了一声 秦浩当然知道 他说的十个是什么意思 这家伙这时候还想这些 十个 你顶得了吗 秦浩无语道 老夫勇猛无敌 怎么顶不了 卫阴吹胡子瞪眼的 阿丽 我们走 说完 他抓着阿丽就走了 卫前辈 您不是应该先疗伤吗 阿丽急忙说道 老夫就是去疗伤 卫阴加快了速度 我没受伤 能不能补取啊 小子 你太虚了 卫阴抓着阿丽 很快就消失在众人视野中了 秦浩一阵无语 这老家伙到底受伤没有啊 秦浩 你没事吧 林冰晚看着秦浩 关心的问道 我没事 秦浩淡淡一笑 随后 他开始给楚家老祖 和秦天宗老宗主疗伤 第二天 秦浩带着燕云山众人 直奔穆家而去 启动护族大阵 穆家全都慌了 连忙启动护族大阵 但是 穆家老祖都死了 甚至连五尊强者都没几个了 所以 他们哪能挡得住秦浩的脚步啊 秦浩瞬间就破了他们的大阵 很快 穆家所有反抗的高手 全都灭了 穆家宝藏全都被秦浩收走了 随后 秦浩又去了地魔教 渡家 猎光宗和苍雷宗 全都被秦浩灭了 秦浩又去富家 星云门 邪音宗 天明宗等走了一趟 但凡对秦浩出手的 全都被灭了 江南六省五道势力 就此发生了巨变 从此 燕云山将成为江南六省第一大势力 各方势力全都感叹了一声 秦浩把那么多势力的宝藏都收走了 肯定能塑造诸多强者 再加上秦浩这个第一强者在 燕云山已经成为江南六省第一大武道势力了 这一天 秦浩站在燕云山 看着远处缓缓升起的太阳 林冰晚走了过来 一脸的柔情 秦浩 你还好吧 我没事 秦浩摇了摇头 林冰晚依偎在秦浩的身边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日出 宁静而又唯美 下周好像就是你生日了吧 秦浩看向林冰晚 笑道 林冰晚汉手轻点 我想在那天 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秦浩握着他的御手 柔声道 好 林冰晚精致的脸蛋 露出幸福之情 很快 秦浩跟林冰晚 将在下周举办婚礼的消息 就传开了 江南六省所有势力 都纷纷表示会来参加 甚至很多势力都找到了曹虎 希望可以前来参加婚礼 而秦浩则回到了陵角村 把他父亲等人都接来了 好好好 秦国梁一脸的激动 对了 爸 我妈是什么人啊 秦浩问道 他就要举行婚礼了 他希望能把他母亲也找回来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 秦国梁叹息了一声 哎 他只说 你只有站在江南六省巅峰 成为一方巨拨 才能去找他 那他在哪儿 秦浩追问道 他也没说他在哪儿 他只是跟我说 这个世界很大 而且他在里面 如果你能听得懂 那就能找得到他 如果听不懂 那也没资格去找他 秦国梁说道 在里面 秦浩文言 浑身一震 难道他母亲在李世界 他母亲到底是什么人啊 来头这么大 哎 秦浩有点无奈 如果他母亲 只是一个豪门千金 他还能马上把他接回来 但是在李世界 那就不太可能了 妈 我以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秦浩脸上露出坚定 很快 维书凤也从汉东省回天海了 得知秦浩和林冰婉 就要举行婚礼 而且还得知 两人有夫妻之时候 他差点气得晕过去 冰婉 你脑子是不是嗅痘了 他怒骂不已 妈 秦浩是一个大人物 不是你想得那么不堪 那又如何 他永远比不上天军 维书凤气得浑身颤抖 他指着秦浩怒道 秦浩 你敢对冰婉如此 天军不会放过你的 天军说过 冰婉生日 就是他回来之时 秦浩冷笑了一声 行 我等他 维书凤气得转身走了 他拿出手机 神情焦虑 给天军发了一条信息 天军 你快回来 这一天 苏玲瓏来了 他身穿一件红色纱裙 把他性感的身材 勾勒得越加的迷人 加上他妖艳的脸蛋 更是让他浑身透着魅惑 夏男人 可以啊 这才多长时间 你竟然成为了江南六省第一人了 苏玲瓏媚一心 谢谢 秦浩看着他 一脸的感激 他知道苏玲瓏帮了他很多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机会道谢 一句谢谢就打发我了 苏玲瓏看着秦浩 轻笑了一声 那你说该怎么谢你 秦浩淡淡一笑 苏玲瓏看着秦浩 长了长性感的美眸 提议道 以身相许呗 以身相许 秦浩听了苏玲瓏这话 张了张嘴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逗你而已 苏玲瓏名嘴娇笑不已 他看着秦浩 道 我来是想跟你说 我要走了 去哪儿 秦浩脸色一睁 道 不都玩几天吧 玩什么玩 难道等着看 你跟你家那冰山 举办盛大的婚礼吗 苏玲瓏悠地说道 好吧 秦浩看着他 道 那我们有空再去 好 苏玲瓏突然紧紧地 抱住了秦浩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松开 妩媚一笑 哼哼 我在李世界等你 说完 他坐进红色的法拉利 缓缓地开走了 李世界 秦浩神情一宁 这个妖精 果然是来自李世界的 第二天 秦浩去了一趟苗疆之地 但是 他只见到了阿子而已 并没有见到圣女 阿子说 圣女进入他们圣教的一处试炼之地 还没有出来 这让秦浩觉得 有点可惜 秦浩也想见见圣教的教主 但是阿子说 他们教主也离开了 不知道去哪了 秦浩无奈地摇头 他还想看看这位神秘的强者呢 几天之后 就到了秦浩和林兵晚的婚礼之日 婚礼举办地在大秦酒店 现在大秦集团 已经成为了整个江南六省的第一大财团了 大秦酒店是大秦集团旗下的酒店 也是整个汉江省最豪华的酒店 这一天 整个江南六省所有大势力都来祝贺 盛况空前所有 维书凤看着这么多人 直接愣住了 这个阮放王怎么认识那么多人呢 如果是天君的话 说不定更多大人物来祝贺 不过他内心还是冷哼道 他还是不喜欢秦浩 他觉得天君才是他最心仪的女婿 秦浩和林兵晚走在红毯上 就如一对神仙眷侣一般 林兵晚看着秦浩 精致的脸上充满了幸福 恭喜秦先生和林小姐 祝秦先生和林小姐 新婚大吉 早生贵子 祝秦先生和林小姐白头偕老 各方势力的人纷纷祝贺 楚雪轩看着两人 鼻子有点微酸 他觉得心情莫名的不开心 唉 楚军看着他 叹息了一声 徐悦此时 眼中也是有眼泪流出 他急忙擦干净 刘云看向秦浩和林兵晚 也是一脸的复杂 不过一想到 他曾经骑在秦浩身上 差点把秦浩的第一次要了 他又觉得自己 似乎也算是曾经拥有过他 天君 你怎么还不回来 维书凤走出外面 连续给天君打电话 但是都打不通 而此时 地球某处一道身影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中 一号已失败 二号成目标 他缓缓地站了起身 他拿出了手机 发出了一条信息 很快 秦浩就收到了一条陌生人发来的信息 到了李世杰 我斩你 天君流 斩我 秦浩冷笑了一声 到时候看谁斩谁 这一晚 烟花照亮了整个天海市的夜空 久久不散 这是天海市 乃至整个江南六省最盛大的一个婚礼 林冰晚依偎在秦浩身上 看着那绚烂的烟花 感到无比的幸福 秦浩抱着他 回到了房间 很快 房间里就弥漫着无尽的爱意 随后的几天 秦浩把天旋大阵 重新布置了一下 让他越加地完善 同时 秦浩帮燕云山众人的修为 都提升了 秦浩还炼制了丹药 让楚家老祖和秦天宗老宗主体内的血气 变得越加地旺盛 两人再也不用一直必死关了 甚至以后可能还能再次突破 而且秦浩还帮楚家家主和秦天宗的现任宗主 突破到了五皇 楚家和秦天宗因此在江南六省的势力 更上一层楼 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完之后 秦浩就一遇而起 落在了小黑的身上 他要去李世界找寻他母亲了 我跟你去 林冰晚来到他面前 李世界很神秘 而且有诸多危险 你在外面等我就行 秦浩沉声道 我不 林冰晚摇了摇头 我要跟你在一起 他精致的脸上充满了坚定 好 秦浩也不再说什么 两人飞掠上了小黑的背上 咻 这时 一道影子飞掠而来 秦浩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那道影子就落在了小黑的背上 下一刻 秦浩脸色一正 因为他发现 这影子竟然是一只 大肥猫 不吃鱼的猫 秦浩看着这只大肥猫 一脸的错愕 这家伙不是消失好久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而且秦浩发现 他身上隐隐透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连他都感到了心惊 大肥猫看了秦浩一眼 一脸的傲娇 你也要尽力世界 秦浩看着他 好奇地问道 大肥猫看着秦浩 一脸的鄙视 仿佛在说 你这不废话吗 秦浩真想把他丢下去 那就走吧 两人一龙一猫 缓缓地离开了燕云山 姐夫 秦也 小浩 燕云山众人 看向秦浩和林冰晚 脸上都充满了不舍 等我 秦浩也是鼻子微酸 这次进李世界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很快 他们就去到了江南六省 最中央的一片 神秘之地 卫阴前几天都已经离开了 他说这里有进入李世界的入口 秦浩按照卫阴说的办法 双手结印 一道恐怖的皮链 轰向某处 轰 这件 这件那里有着光芒闪烁 随后一片光幕 缓缓浮现出来 这片光幕很是神秘 完全看不穿 但是似乎连接着一个神奇 而又多彩的世界 李世界 我来了 妈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秦浩看着这片光幕 眼中露出坚定 这时 秦浩的口袋传来一阵动静 两根长长的触角伸了出来 紧接着一条雪白的虫子 缓缓地爬了出来 正是小白 小白看着面前的光幕 两根长长的触角 不停地晃动着 秦浩看着小白 一脸的诧异 这小家伙也出来了 冰婉 我们走吧 他看了一眼林冰婉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两人一龙一猫一虫 缓缓地走进了光幕 新的征程在迎接他们